新月建设10号捐赠了500包总计2500公斤的白米给花莲施工所 市长魏嘉贤颁赠感谢状 也肯定该公司善尽社会回馈的责任 而这批白米将存放在爱花莲食物银行 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申请 新月建设副总经理蔡雅薇代表公司董事长蔡玉宏到花莲施工所捐米 市长魏嘉贤亲自颁发感谢状 首先谢谢我们新月建设公司 那我们蔡雅薇副总特别代表公司来捐赠我们非常多的白米 2500公斤 那我们希望这些白米未来进到食物银行以后 能够落实的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我们知道在今年1月份开春以来 都有非常多 都有140几位的一个乡亲朋友们来请领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些物资 能够实际的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也谢谢这么多的三星企业在开春的时候 就立即的来做一些物资的捐赠跟关心 那未来也跟所有市民朋友报告 如果相信朋友身边周遭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不论你社籍是在哪里 食物银行都可以帮助大家 那如果是花蓮市的如果需要我们社劳客来做相关的协助的部分 也请到花蓮施工所来 我们会做相关的个案来做相关的来协助 新月介社副总经理蔡雅薇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市公所的社福资源准合平台 把企业回馈的心意传达给有需要的家庭 对因为我们公司董事长他其实一直都有在做回馈乡亲 能够帮助相亲生活的部分 那其实以往都有做捐血的活动 那今年得知到花蓮市公所这边有做的食物银行这样子的 自愿整合的平台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平台 能够帮助到确实需要帮助的人 能够达到我们回馈乡里的一个用心 这500包2500公斤的百米将会存放在爱花蓮食物银行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食物银行来申领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